今天早上的11點整 今天在節目當中 也是剛好今天這個日子 11月23日 剛好是明天11月24日 九合一選舉及公投要投票的日子 之前這一天 我們來看看這藍綠呢 最強的這一戰 你還沒邀請我 戰場是在高雄 我還在鋪陳 我還在鋪陳 我就講話 今天要請到一個來賓 這麼猴子 繼續鋪 來來來 既然來賓都講話了 我們歡迎這是我們快樂聯播網另外一位主持人 楊潔 Angelo好 所有的聽用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潔 要跟大家說嗨 因為前面 他今天就陪我到11點半 因為重點呢 我們要跟聽用朋友講 這個有關於選舉 我們有特別的節目 還有一些選舉要注意事項的消息 後面呢 Angelo再來做這次選舉的評論 既然這樣子的話 楊潔一根 那個等不及 我們就跟楊潔先講 先講這一次投票好了 就是這次投票 那有一些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不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先講投票時間 就是明天 明天 明天 在議會議時 再去八點到八點 八點到下午四點 是投票時間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如果說你要去投票的時候 第一個要帶身分證 印章 還有投票通知單 那如果說 你到現場去 有幾個注意事項的事情 有幾個事情你不可以做 比如說 這個手機 手機的部分 請大家特別注意 尤其是不能拍照 比如說酸票 你不可以拍攝 這些不行 手機放在口袋裡吧 而且就關正洞吧 對 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會很危險 會被懷疑很多事 對 不要去影響別人 絕對不能拍照 還有呢 禁止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 還有 其實這個 以前也出現過很多次 就是私選票 這個也不行 這個 這個有判 這個有判 這個有判判喔 那還有就是 不要 不能一直插 也不能一直喧鬧 吵鬧 影響其他人投票 我跟你說 投票的時候 那些都有警察 在那裡 大家要乖 遵守秩序 說實在就是這樣 你如果亂搞什麼 很快就會被抓了 是 禁止將選票 跟公投票 從投開票所拿出來 還是出事 有些人會 會說我投幾何什麼的 其實是不行的 對 還不能亮票 還有呢 選票也不能蓋自己的絲章 比如說ANGEL 就蓋一個ANGEL 這樣不行喔 是不行的 你只能蓋 投開票所裡面用的這個 選票的這個選舉的章 是 不然會被釋無效票喔 那如果說前往 投開票所的時候 你要仔細看一下 個案的內容 有限今年的公投 又有公投的部分 請大家特別注意 好 那進入到投開票所 我們的選務人員 也要維持中立了 那也不能提供任何 跟選舉相關的資訊 尤其今天齁 今天齁 大家特別注意喔 一直到 等於說明天凌晨零時 零點零分開始 對不對 但從事任何 跟選舉相關的 助選也好 其他幾期三美兩次都不行 還有昨天齁 也特別在楊潔的節目 也沒有談到 像你手機那個Nine 不能傳 對 臉書也不行 還有其他任何公開的 全部都不行 像IG啊 APP啊 簡訊啊 什麼 Intersgram 全部都不行 當然包含我們媒體 廣告也都不能 對 這個我們必須要遵守 這個如果被抓到 我記得好像是罰三十萬 就是很 反正就是違規的行為 對對對 那再來就是說 在投開票所 附近三十公尺 內都不能宣傳一些 反正就是附近都不能宣傳就對了 嗯 所以什麼神秘手勢 都不行 都不行 甚至於其實那個衣服 其實這個也是要特別注意 我是建議提供朋友 因為好像沒有很詳細的規則 大家當然可以自己再去查中選會 就是說像有些什麼 支持一號的 支持二號的 我舉例啦 然後甚至或者是公投有特別的那種 比如說彩虹的衣服啊 有這種意識形態的衣服 我建議大家是不要 是 就是這次公投 因為有 比如說婚姻平權公投 有愛家公投等等 所以像有一些朋友 他們也許會穿著 包含是支持婚姻平權 有彩虹圖樣的衣服等等 那這部分呢 這個中選會的副主委 陳朝健他說 如果說是有公投暗號 主文 或者是同意不同意等等字樣 其實是違反公投法 是沒有辦法進去投票的 那如果說投票的人身上 只有單純的彩虹圖樣呢 沒有這些公開暗號 或者主文 或同意不同意的話 那陳朝健副主委是說 如果單純服裝服飾的問題 則須依整體情況 綜合判斷 如果達到喧嘩干擾 或誘導他人 投票或不投票的話 就會致死 如果說是單純服裝的問題的話 會依照實際上的 依法及實務上的處理 那投票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 就不能喧嘩什麼什麼之類 反正就是不要喧嘩就對了 我給楊潔打擦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臉書 我們現在除了收音機可以收聽之外 我們一直都鼓勵大家臉書也可以收看 有一位李渝成先生 他說他從南美 坐很久的飛機回國投票 哇 給按讚 行駛公民權 這是我們台灣人自己的觀念 給你按讚 哇從美國飛回來 南美洲吧 從南美洲飛回來 讚 這次投開票的狀況應該也是會 像我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同學去報名的投開票所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會蠻辛苦的 尤其這次 我所得到的這個消息 應該是會先從 縣市首長議員這些票會先開出來 之後才會開這個公投票嘛 那這次因為公投議題也多 是 這次很多的選務人員 其實都是公教人員 好像蠻多的 那我要跟聽我朋友講一下 其實大家都希望一切順利 好不好 所以不要 不要讓大家做人 不要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很多都是有涉及刑罰 你怎麼 你如果搶換到法爐 不是去過關就是法治 頂頂頂 我覺得也不要給自己一時的激情 然後就引起麻煩 不用 因為我們要很開心 這是 選舉是民主的一個過程 是 我們是在民主的國家和社會 有這個機會去行訴我們的公民權 我們的投票權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抱著 開開心的心 那或許對大家不同的候選人 支持不同的候選人 我們就給他尊重 祝福 那當然我們要呼籲的是我們的執政當局 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的總統 就是說 不管選的結果如何 都是我們台灣人 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以呢 都要愛民如子 不管怎樣 我希望這一場呢 是祥和的 是和平的 到最後啦 我說實在 那執政黨做不好 你可以用選票 去給他 這個代表你的意思 去給他 讓他有點教訓 這個也是正常的 因為這民主社會 但是你如果真的 你覺得執政黨還是做得很辛苦 你也是可以鼓勵 對 也是可以 但是不管這個過程 我覺得人民 是人民 自我意識啦 好所以今天其實最新的消息 是這樣 跟聽眾朋友講一下 因為這在國外曾經因為有球隊 對 發生問題 地點在哪裡 在他們的地鐵 那換句話來講 就是在我們公共運輸 特別可能是在高雄捷運 是 或者是在高鐵 我舉例喔 所以聽眾朋友你要小心 你可能會遇到不同陣營的支持者 是 插身而過 插槍走火 要小心 因為這邊有很激情的唱歌 對不對 那你一唱歌 可能另外一個陣營聽到 其實會不開心 不高興 我想我們都不要做這種 可能會撩起任何情緒 或太有意識形態的這種行動 我們就這樣 點點了 順順了 把這個票我們把它投完 然後我們靜待 這個選務過程 當然因為我們都會監督嘛 現在這個選務過程能夠公平公正公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讓中華民國所有有公民權投票出來的結果 我們都尊重 是 我也發現說 因為這次很多激情的民眾 包含像昨天晚上的這個 摊食蛇 說實在的 人家說蛇已經變龍了 已經變神龍了 因為蛇還比較短 最後後來越來越長 變六百多亮 我都會看到 哇真的是 我們說這次台灣民主選舉最老的一場 OK 對 可是我覺得 我也蠻訝異的 可是我另外一個觀點看 我也看到有民眾在網路上有抱怨說 這樣子又有車子亂串的狀況 就是也會影響到民眾 我覺得我們可以理性 我們可以支持 可是有時候我們還是不要干擾到其他我們附近的居民 我是這麼認為 所以這場選舉已經變成不是主要候選人的問題 這還涉及比如說這個政黨的印象的問題 對不對 比如說有候選人他就必須去 比如說比較把他政黨的這個色彩去隱藏 那另外一個可能必須承受這個政黨給予的包袱 那我還講那還有什麼 就是在講的是說 因為在這種激情之下 其實很容易就是 候選人喔 記不記得某位候選人在辯論這個場合 當他講說 兩個主要候選人其實我們都還好 但是下面所有的支持者 其實有提醒 其實兩位候選人都在提醒 他們的粉絲 其實都要維持 理性 包容跟愛 和平 理性 包容跟愛 其實是這樣沒錯啊 選舉是一時的啦 昨天楊姐在我的節目也有講嘛 很多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也許你支持的對象是不一樣的 可是選舉是一時的 朋友跟家人是很久很久的 一輩子的 我們不應該從一個選舉當中 大家踏破感情也不好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這本已經歡迎說有一個很電視的 還要被人家從LINE的群組裡面踢出去 真的 甚至於那個有涉及到比較大的利益的 李市長可能也做不成了 都產生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真的選舉是一時的 所以你要回頭去想想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是為台灣的社會好嘛 好那我這邊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在臉書上面 我們有連友說 陳小才說 希望今天到明天投票時 不要有任何的奧部出現 那雙方打一場乾淨的選擇 誰出奧部就是用選票制裁 OK 好不好 是 好這個是非常中性的 那我們謝謝馬里斯給楊潔 打了100分 嗨馬里斯 他這次要選里長了 喔是嗎 對對他這次也很辛苦 我看到他的那個競選上面 哇 我覺得有人為了出來造福鄉里 阻力進入開心者 我覺得蠻鼓勵的 是 來我們看看我們的伊瑞茜 講了 一樣在我們的臉書上面 他說明天去投票前 想一下我們希望有什麼樣的未來 再投下我們神聖的一票 高雄是市民的高雄 政黨只是為我們服務 所以我昨天有特別講了 政黨利益不該在人民之上 是 折動他們的 他們這次選舉 我們說著要栽衡板板 意思就是說 這種選舉操作手法 其實都已經非常明顯了 但是我覺得 人民 成現在我們的成績比重 基本如果比如說 想要改變的 他也知道說他為什麼想要變 因為他覺得想要讓生活更好 那我覺得這個我們也要肯定跟尊重 那 杨潔我跟你分享一個我們的中間選民 其實在我這個人民最大聲的節目 他留言在11月1号 在YouTube下面的留言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中性 非常的好 这个Ming Chen他说 先向Angel致意 我现在也渐渐是 就事论事的中间选民 因为年纪见长 思维见解 更成熟周全 也懂得选举 不能有太多个人情绪 而要为大局着想 为下一代着想 以前呢 民进党为民主而战 精神可配 那么现今中间选民 为自由 为真相而努力 也是非常可贵 我觉得他非常的理性 所以我把他的这个文字 公开出来 我们好好地想想 来他说 台湾真的没有本钱搞分裂 搞闭锁 再搞我们两代人的努力 会功亏一篑 那验证付不过三代的古言 当中间选民越多 政党就比较没有操作的空间 因为中间选民 老实讲 我们没有政党意识 我们以前不爱接政敌 但是我们都会为人民 我们都会看到 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 政党是不是服务的好 好所以他说 所以撕裂和对立的力道 比较伤不了族群和人民 我们不能再纵容二职的政客 高雄人民站起来 加油祝福你们 好我们现在先上电台广告 我们再回到现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电信图 这次红山市议员的选机 特别向你推荐 三合林地宏 林地宏 为了我们高雄的进步阶段 来替我们高雄发声 在我们最后最关键的市局 三合林地宏的选情 相当的围急非常的危险 拜托各位乡亲 红山华新山 支持三合林地宏 各位亲爱 乡亲事业 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民进党提名 第一双夫 起源好双人 定期第三合林福报 福报坚持理念 最了解地方辞求 经历建设地方 专业为地方来打拼 这次再度参与年金 拜托乡亲 在第一位义士与投票欣 继续来支持 定期第三合林福报 定期第三合林福报 拜托再拜托 老爷啊老爷啊 我很烦恼耶 前几天在游行 说什么男人跟男人 男人跟男人也能结婚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好像小兄一个孙女 如果跟男人结婚 我们是要怎么補孙 实在很乱 全是真的有空无孙 哎呦 不用烦恼啦 听隔壁王的在说 支持爱家公投 十一过日是公道 十好 十一好 十一好 投同一票 我们就希望不只成功了啦 哈哈哈哈 各位冰冬市民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是冰冬市长 郝孙林 定期第二合 李青青 选到人 做的事情 管市感播 再做冰冬市 搭着冰冬市 加醉魅力 蛻变 进步的新生期 请支持管市长 三合 伴平安 市长 二合 李青青 拜托大家 感谢大家 哥 你今年有要回家投票吗 当然要啊 我要回家 支持成大水利博士 蔡金燕 她可是全国唯一 拥有水利专长的 议员候选人哦 我也是耶 蔡金燕专业又认真 古山淹水问题 也是她帮忙解决的呢 迄今古山沿城 我们支持最理想的市议员 登记第十一号 蔡金燕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 陈梅亚 本人 跟你问号 古山沿城奇京 日本早稻田大学 法学博士 拜托您 市长支持韩国瑜 议员全力支持 4号 4号 陈梅亚 最特别的 4号 4号 陈梅亚 最特别的 4号 4号 陈梅亚 拜托 拜托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 联报榜 来 请来空店好朋友 大家收听 快乐 联报榜 乐到最高点 林明最大声 我是Angel 今天特别来宾是杨洁 哈啰 Angel好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杨洁 杨洁 其实现在 这个选举 大家其实都 非常非常的 投入 但是 也要提醒大家 其实真的 我们在生活上 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注意 像这个 普悠 这个赔偿的问题 我们看到 很多的家属 出来开记者会 哎呀 我们才 又赶快警醒说 政府 也不能 跟国权记 真的 这么多 林明 要照顾 要处理的事情 也是 不能因为 选举而怠惰的 是 所以 其实这次选举 我们看到说 全台湾都在封选举 整个版面 都被选举铺天盖地的 这样子 掩盖之下 普悠 感觉好像 已经发生 很久以前的事 可是其实也 很多事情 没有获得处理 其实也不过 才过一个月 所以 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 是不是应该要 为我们的这些 家属们 帮他们找回一些希望 没错 没错 然后再来像是 这个非洲的猪温 我们 这个饮用 这个食用的安全 简单来说一下猪肉 是从哪里来的 再来烹煮的方式 我再提醒一定要小心 主要专业 在全队下的 是 然后再来还有很多事情 等一下第三段 我再来讲好了 来讲是说 其实透过这次的选举 高雄真的有很多的问题 都浮现出来 我先起个头 比如说在林园 这次辩论会很有名的 我们知道这个中云 跟扇尾渔港的问题 我觉得凸显出来了 那大林浦千村 这个因为跳票 所以村民的感觉 这今天我在节目也要讲 因为是岐山 这个转炉石 这个肺炉渣 这个掩埋 造成那些芭蕉 整个都冷气 甚至于水源 受到污染 那像这样子的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能够不注意 那再来所谓高雄的气暴 我们看到 这个司法法院这边 也已经把消息 已经公告出来的 就是说 这个如果要说 这是谁的责任的话 不是我们之前 想的李长荣化工 问题出在哪里 高雄市政府 因为是先台港 然后后面湘寒 那做湘寒的时候 港要刷 那它管子因为没刷 所以造成它就是 会容易侵蚀 然后就破坑 那天又刚好 在做压力的测试 最后听说 就溢出了大概十几吨 这样的一个气体 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气泡 那整个来讲 我觉得 高雄市政府也不能够去卸责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看到了 就是说有些的弥补 虽然这个过程 大家也在检视说 像那个律师费用 OK 你看这东西 其实很多人来做这个义工 但是还编列了一亿三千万 我们当然也是这个议员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记得是这个许惠玉议员 他特别讲出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我要讲说 那所以啦 这个很多账面 当然有些我们要去理解 但是我也曾经就是 跟听我朋友讲 其实在网路上 我们每次要做节目 其实要做很多的这个研究 跟资料的整理 有一位候选人 就是没有头发 他曾经就说 他在建议柯文哲的时候 他说其实 不是急着去抓前朝 的弊端 而是问题要是什么 问题是要赶快去建设 我觉得台湾 台湾因为很多意识形态 我们的内耗实在太严重了 我常来说 你要用世界 你要用世界来看台湾 现在世界最厉害的目击的两个 一个金正恩已经跟你说了 核弹 对就是核弹 另外这个中国 一人跟你说了 对经济 就是钱 真的 他们就是用这样子 在抓回世界的地位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那请问 那我回头问你台湾有什么 你有核子炸弹吗 还是你下潜有比人家多吗 没有吗 对不对 那现在人民的这个生活 我觉得在这次 其实很多台湾 高雄 特别可能高雄的议题 整个被被掀出来 是说 我们其实有很多 之前市政府在施政的时候 有不足的地方 那现在不管未来谁当选 是 我觉得 好好的赶快去处理问题 OK 而且你看到 现在可以变成全民把关 因为这种选举 已经变成是 变全球华人 是 对不对 然后全台湾 他们都在看这些问题 太好了 那我觉得全民一起监督 OK 好 这边呢 因为我到这个段落 就要即将去准备我下一段节目 所以这边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是跟小超 因为这次其实有很多 包含了九合一里面还有包含公投 可是公投里面有人在问说 那可不可以带小超进去 可是这小超的部分呢 其实请大家特别注意 小超是可以带 可是你在带的时候有 中选会对小超有三大基准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带小超进去 投 公投的话 第一是 你不能出示小超 因为这是干扰 跟劝诱影响其他人投票 第二个 你这小超也不能留在 圈选票的地方 再就是一定 你一定要带离开 你也不能投进去票轨里面 票童里面 你没办法撞进去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小超 然后我们在这个脸书的部分 有刘家佑他在问说 请问一下去投票当天 如果衣服上有候选人的标志 会有问题吗 所以刚才其实我有讲了 其实是不要了 对不要 而且从以前到现在 你会发现 其实连候选人自己本身 也都没有穿着他们的背心去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抓到 中选会的讯息 但是如果依刚才那个公投的 那个例子来讲 说像穿彩虹颜色的那个 他就直接不能让你进去投票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有任何的疑虑 你就是穿一般还是啥 不要说后面有什么一号二号 都不要 对对对 以免说你要进去投票 还要回去换衣服 对对 要不他不让你投 对啊 麻烦 不要不要试那个 好那另外 我们杨洁 有要请他在投票上帮我们补充的吗 其实这次 这次在选举当中 我们讲说有十个公投案 对不对 其实杨洁在新闻刷上 这部当中有说过 好那那个部分 因为我今天不讲 但是我要讲的是 公投的这个意义 根据我们的律师 吕秋远 他表示 这大家也可以都去Google一下 十个公投 以律师的眼光来看 十个公投 跟明天九合一的大选同时进行 是 律师吕秋远表示 除了第十六案 以和养律 有法律的效力 那其余九项公投 比较像是大型的民意调查 哇 花了好几十几亿 变成一个大型的民意调查 我们看看律师怎么讲 是 他说因为如果通过 政府会考虑 只是会考虑 只有以和养律有法律效用 其他的那九个案 通过的也是会考虑 是参考价值 那不通过 政府也不见得不考虑 所以都是说 政府本来可能都可以做决定的 现在就是公投 让大家非常民意调查 当然我想律师有他的专业底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说法 李秋远在脸书发文说 这一次的公民投票 总共有十张票可以领 那么耗费的预算15亿 一旦结果揭晓 究竟可以有什么法律上的效果呢 好 我们的律师跟我们讲了 其实除了第16案之外 其他的提案 政府要做不做 要做不做 顶多只有政治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 好来 李秋远指出说 根据公民投票法第30条的规定 只有乙和养率 也就是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 有法律上的效力 好 那么一旦通过之后 这个条文就会被废除 那么其他的部分呢 政府要做或不做 顶多也只有政治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 意思就是说明天啊 各项的公投是一场大型的民意调查 经过辛苦的联署 辩论跟投票之后 最后呢 得出的结果 就只是让政府参考 是 所以这 好大型的一场民调 好 那大家会再讲说 我们这几天讲的 那个东奥证明的事情 那当然所有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选手 包括中华奥会 都是希望说是反证明 反东奥证明 那但是其实在 应该是差不多已经两天前了吧 这个也有新闻出来说 明天啊 政府就是说 就是中华台北 OK 既然你们就 以前决定的就不用这个公投了 所以 那一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也 其实我有略略点出来 我有觉得说 所以这个头是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样实质上的效益 最后这个律师就讲话了 因为 我们交给专业的来讲 这个吕秋远 律师他说 所以审慎的考虑是你手中的选票 告诉政府你在想什么 但是你不要过度的担忧 大家现在说 有的循环乐意 因为这一切都只是费用高达 15亿的民意调查而已 当然既然是民意调查 我们还是要跟我们的听友 跟网上的朋友讲一下 你还是要好好的投 反正 不然政府15亿就开下去了 你的意见也是要让政府知道 他不做 要做不做 我们再给他评分 因为我觉得人民本来 应该监督政府 好 来 李秋远他说 他认为这是一场无价的公投 无价是什么 其实就是花了很多钱 但是人民的意见毕竟也宝贵 这是真相来看 但是毕竟在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提出个人的看法 跟亲戚朋友 跟陌生人讨论或思辨 最后做出决定 这是一个培养理性公民的最好过程 那么当然这次的公投也可以看出某一些人 对于争议性议题的时候的价值 态度 思考 这是公民投票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肯定律师这样做法 没错 那其实也有我们也有网民在讲说 要去监票 其实我觉得这个投开票 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嘛 对不对 你在开票的时候 其实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开票的状况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谢谢杨洁来参加 谢谢 谢谢Angel 谢谢大家 广告之后 这人民最大声 我们继续 谢谢 你好 我是丹教 丹教要给你推荐 三民区市医院 何全峰 全峰是一个人真富质 我们三民区的好主题 11月24号 市医院参见 七七五号 何全峰 让有这个世代过关 让真正打拼的人 给他本一票 不让他打拼的人孤单 但就直接跟你拜托 罗拉 谢谢 放心 把事交给周灵文 周灵文是社团品鉴 整体问证 品质最佳的市医员 周灵文叫够喜大 周灵文关心小孩 周灵文最无爱心 周灵文爱护动物 周灵文关怀六岁 周灵文是你最好的朋友 请支持 钱青 星星 凌亚 登记第六号的周灵文 放心把票投给周灵文 记得哦 市医院第六号 周灵文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医院小英达 阿达拉这家无国参算 向乡亲推荐市医院郝酸人 新郎三好创逢围 围围少年勿力打拼 为唱歌市医院当今 扮九十几年的座业 阿达拉拜托各位 有情有意的乡亲 让认真打拼的少年人 一次机会 在月日时 两下新乡前金 医院卫生三 三好创逢围 拜托拜托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 陈梅雅 本人跟你问好 古山言成其今 日本早稻田大学 法学博士 拜托您 市长支持韩国瑜 议员全力支持 四号四号陈梅雅 最特别的 四号四号陈梅雅 最特别的 四号四号陈梅雅 拜托 拜托 会文也会舞 凤山再进步 各位乡亲事专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丹飞文 定期第八号丹飞文 凤山是我们 共同生活的地方 創作洪山幸福 好未来 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凤山是飞文 坚持打拼的目标 坚定支持 定期第八号丹飞文 拜托 感谢 各位洪山乡亲大家好 我是无董的参丞人 洪山人塞议员 定期第七号丹飞生 我十五年来 代表国家出国比赛 客官军倒回来 千年来 在洪山发放北美 帮助六世变远好 我有国家文化 串乡的书名 帮助六世的建议 保护得到幸福的秩序 拜托 洪山乡亲 花一个机会 坤车支持 七号丹飞生 七号丹飞生 拜托坎生 拜托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来快乐联播网 大家收听 是乐到最高点 联名联邦 我是Angel 恒定时间 来到在喜爱 十一点三十三分 好 这场这个选举呢 其实可以说是撼动了 这个蓝绿的板块 因为呢 原本 其实很多都觉得 反正一颗西瓜 就是躺着都可以当选的 这个局面 就在这 一两个月 突然呢 把情势全部都转变了 那以高雄雄这场选举来讲 很多人抓的切点 包括Angel 曾经在电视上也讲 其实我觉得823 那天的大雨之后 然后一连串的事情 其实呢 都是这一次 在翻转上 在人民的观感上面 其实都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那 整个啦 这个选情我们来看 那我还是希望说 大家用价人来看 难得高雄的这个选战 可以 并这全世界的华人 跟全台湾 大家都重视 那能不能请大家 把它聚焦到 那高雄市所发生的问题 好 我刚才我有点过 第一个在辩论上面 有两个渔港 因为被拿出来 这个问 另外一个候选人 但重点我不 我们先不要说 它的辩论如何 重点是 这两个渔港的总红 到底是怎样 好 这个有很多的渔民 其实在高雄陵园区这边 对于这个渔港 是很多的抱怨 因为呢 扇尾渔港是 常年都是泥沙淤积 几乎失去的功能 那所以呢 这样准备怎么 当然就是用旁边 那个中云渔港 可是呢 那边啊 这个停船的位置也有限 所以常常有时候船会撞到船 已经是船满为患了 那而且呢 连修船的这个上架所都没有 好 那既然就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原本我们在地方执政的高雄市政府 那也试着去解决 那可见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到嘛 那我觉得应该还要再继续的努力 那新的市长 那新的市长 未来其实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希望大家是一起监督 呃 老实讲以我们台湾的这个立场 呃 也也也也很辛苦 那边发生事情的时尽 哦 比如说 你如果在这里发辞民 辞民哦 一定这样很神奇的 会怪政府嘛 对不对 如果辞民 本身 你才不知道法律 你也是应该要尊秀啊 好 所以其实 呃 当然我真的觉得 呃 执政党政府 其实在地方上 要多余这个关怀跟教育 因为有渔民朋友来讲 说 那法律 那一类 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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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是这样 在国际上 处理这种 每次要 互娱 或是 发生了什么问题 又感觉 其实又蛮没力的 那 所以会造成 这个部分 很多大家的怨言 跟冲突 那我觉得当然 呃 执政党政府 要必须 更有 尬词 而且在平常 应该也要做好 这样的一个 沟通 跟教育的问题 好 那这两个 渔港 呃 在高雄市的 林园区 这个 呃 林园区 之外呢 其实 高雄还有一个区 就是 呃 就是 呃 应该是说 有个地方 叫做 大约 大约 是怎么要牵村 为什么要牵村 原来他们这个地方啊 光是 那个 烟囱啊 哦 听说好像 891只啊 啊 长期 这样子 在这个喷烟 那就有很多 很厚的 那个 黑色的 粉尘 呃 我们看到 当地的居民 哦 他的车 哦 啊 停在 那个哦 停在外面哦 就一门而已 一门而已 到你用手 去帮他 那不是灰尘 一门而已 那个是什么 还有那种 非常细 非常细的那种 粉尘 那种哦 就是 是被塑料去 我们的这个身体 当中 所以 呃 他们的健康 呃 依据 呃 大林浦这边 听说呢 都是呃 离癌的高危险群 那 政府之前 呃 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 地方政府 哦 这个 城举 希望说 来协助千村 但是因为 那后来 就这个 高升到台北 那 后来 这个进度 让 当地的民众 哦 就觉得 是不是就不了了之 了 所以 老实讲 真的 一点信心 都没有 那 很多 呃 当地的居民 讲说 其实 如果他们 一定 要 要 要 一个政党 他们就 希望 看 政府 可以 处理 就好啊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问题的 凸显是 这个问题 没有被解决 所以 也是希望说 全民一起来监督 因为那边 其实还是 非常多的住户 他们从以前 其实他们都先住在那里 以前可以看到 渔港 那风景是非常美的 所以因为嘛 这个很多的 土地的这种 变更 重画等等 化变成一个 大的工业区 所以变工业区 包围的 这些的居民 那这些 居民 脸晒衣服 我跟听众朋友讲 他们的脸晒衣服 他们都没有办法 像我们就是 比如说 晒在那种 比如说 没有遮掩的 因为那里头拍 比较乾 又有紫外线 可以消毒 他们不是 他们是 要把他们的衣服 可能拿到地下室 那种 比较不会被 空气 污染 因为他们空气里面 都有那种 非常细微的 那种粉尘 那种 住在那里 就不注意 因为它就塑下去了 但是它平常 脸那种衣服 我就跟你讲嘛 车子放在外面 一碗就全部都是 那个非常细的 那种 黑色的粉末 所以居然在台湾 有这么辛苦的 这个居民在这里 我希望让大家看到 高雄的问题 那另外像包括 岐山 这个尊怀 尊怀这个基金会 其实我们之前 也接触过 那当时在谈的 那个 就是转炉石 就掩埋 这个废炉渣 这个问题 本来我也想说 是不是其实已经 已经解决了 那今天其实看到 新闻最新的进度 我们也看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 理事长也出来讲话了 就是说 官司 我们地方的民众打赢了 那 民众打赢了 那高雄市政府是输了 可是问题是 这个废炉渣 还是没有人 把它挖出来 所以它还是在当地 所以一样 那个水源 还是被污染 然后那个所在 那堆堆啊 那个 你知道岐山 就有那个芭蕉嘛 我们看到的是 那些芭蕉树都死掉了啊 那个地等于 已经没有 那个经济作物的价值 甚至其实就是 一个污染源 在那一边 那这些问题 是不是刚好透过 这一次所谓 大家那么看重 高雄市的选举 能不能多关心一下 真正其实高雄市民的生活 这恐怕已经不是 在早期大家看 是说高雄人潮到哪里去了 有人说这个人潮 我们也访问过 这个执政党部分的立委讲说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 在网络上购物啊 那当然这个食品的商店 生意也较败嘛 那大家 仔细的去听听想想 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你自己的荷包的钱 其实呢 比较 比较不想花 比较拿不出来了 还有一立一休 是到底 我们的资方跟劳方 有感觉到好处在哪里了吗 因为后来我访问完之后 我问了很多 我们高雄市的 特别可能饭店业的 还有一些 像是那个运动器材店 像我认识这种 老板 认识资方的 那我就去问啊 要说较有了 你刚才知道 现在假日 譬如说他要买健身器材 他要送回 也是要拜托的 他说因为那些钱要算是要比较多 是双倍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老板也很难违啊 老实讲 因为 他是探多少 老板也是在想 员工也是 也是在想说 这是我休息的关系 我要出来吗 那但是 较旧的 愿意赚的 其实还是 有这个劳工朋友愿意 可是这中间就会有那种劳资双方 那个心态心结 好像都特别为了这种一粒一休 要出来沟通 其实对老板来讲也累 对员工来讲 因为很多老板已经为这一粒一休 干脆就说 不然大家都放假 就已经贪一机会 比较少了 所以 到底一粒一休 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个 至少我到现在没有问到 觉得好的 好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执政上 然后在地方上面 那大家所遇到的这困难 那我们看看 我们在这个脸书上面 我们也有听众在讲了 这个CYDON 他说高雄的票柜开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去监票 好 那另外陈小才说 公投可以让执政者知道人民在想什么 好 我们的王玉梅说 这一次的选举最大的赢家 是高雄 全体的市民 很棒哦 所以我们要真的 要感到光荣 好 受到全台湾的目光 高雄一定会重返往日的荣景 加油 其实 大家到现在 全部我觉得集中 麻烦特别为我们高雄市来加油 好 但是我并不是没有 因此注意到 像是台北 新北 以及台中的选情 等一下呢 我也有一些观察 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那现在我们先让电台进广告 广告最后继续回到现场来 快乐联播网 你名最大声 谢谢 各位乡亲 大家平安 我是市议员 王水主 感谢过去 大家对我的支持 加鼓勒 这次 我的女孩 黄秋英 要来参与市议员 登记第五号的黄秋英 非常地危险 拜托大家 把我女孩 黄秋英支持 拜托大家支持 五号黄秋英 把我够柔票 够扑我一票 五号黄秋英 感谢再感谢 感谢再感谢 罗热 各位乡亲 各位乡亲 丹教医生给你拜托 罗兰 谢谢 正义生丹 我是乡来路德 家庭阿连参与市医院 丁基地区丹敏敏敏 正出这轮延等到乡来 家庭幸福开花 拜托大家 11月以时 请乡亲继续支持丁基地区丹敏敏敏 市长请支持丁基地区丹敏敏 拜托 感谢 感谢 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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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丁丹丹 家庭阿连参与 乡亲大家好 市长导演一盒韩国语 旅玩康星一合电动玩 在未来时 到后一合指定韩国语 一合旅玩电动玩 拜托 拜托 感谢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心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来 亲爱的观众好朋友 大家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 在这边的参计 九合一的大选 跟听众朋友讲有三个道歉事件 我都觉得是印象蛮深刻的 第一个就是张天青的东场事件 赖清德其实马上就出来道歉 我觉得这是一个赶快 马上澄清 然后一个负责的态度 所以其实我们的赖葵 在东场的说法 我觉得他马上出来 做一个澄清跟切割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要肯定他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但是在张天青这个东场的事件里面 后来看到洪耀福出来讲说 台湾人有时候炒根性比较重 那就是蓝消费 那我曾经一再的在讲 蓝消费不是最烦的时间 不是把大家叫来 那用一个在一个会议的现场 在一个办公室 甚至请人坐在那边做记录 对不对 那个叫做在那边叫做蓝消费 那个我觉得那个就 就不要 我觉得不要硬凹跟硬掰了 那最后呢 就是因为要做记录的 这一位小姐 其实呢 他最后觉得 跟他之前的对于政党的了解 跟理念完全不符 所以呢 他才把这个录音带流出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到底 到底还有没有创党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执政党 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 第二个道歉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 吴敦义有关于那个 大母猪的这个讲法 我觉得道歉鞠躬 反正就是错了 就是要马上这个道歉 这个其实我们也肯定 那第三个这个道歉 是陈其迈在辩论的时候 那引用了这个台积电 说他负债六千亿 那实际上呢 是三千多亿 将近四千亿了 那当然因为台积电也讲说 因为我们是私人的公司 跟这种工部门 这个单位其实是不一样 也不能拿来做比较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陈其迈阵营 也就是也马上道歉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 都是负责的态度 那但是也 也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一个私人的企业 跟一个工部门 是不能 在资产上面 是不能这样子来看的 那我相信 没有一个候选人 老实讲 他大行都懂的 那但是 我觉得他们的团队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不管现在谁当选 我们要从错误里面 去反省 然后要得到教训之后 然后我们要确实的改善 怎么样也是期待在各县市 大家选出来候选会更好 那这次其实 新北那个 苏贞昌那个 拍肩膀 拍肚子的那个动作 洪耀福又出来讲了 他说 那就是 会 兄弟台湾人 那就是一个感情 就是被另外一个 也是什么里长的参选人 用了同样的动作 去对苏贞昌 其实就 不舒服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嗯 不要硬拗 硬讲 事实上那种态度 你跟人拍拗这么大 在那拍肚子那个 其实 我只讲 一中间选民 那就是社会 雷毛 这种公民与道德 就可以了解的问题 不用扯到政治上 政治人物还要 特别又要出来讲 感觉像拗 那个就不好了 因为那种动作 我说白一点 那种动作在私底下 我们都不要这样子做 何况那感觉 大家再回头去还原 看那个录影带 他还有手上 苏贞昌 有类似把人家手上的那个纸 更加硬 就是好像硬拿过来 那种感觉 其实那种感觉 我感觉没在乎就没在乎 该道歉的时候 我觉得就要道歉 那这次当然还有所谓的 诚信问题 诚信问题从谢长廷 当时为大选负责 就说 这个要退出政坛 到最后呢 大家再问他是幽默 苏贞昌保安公 拜拜他后 他不是说行名 还他拜一遍 我不知道行名的意思 他就说 环境应该就是 就是对的选择 那所以这些 这些政治人物 我觉得啦 信用诚信问题 要一再的提醒 因为如果大家不注重 这些政党 就不会有诚信问题 好的 以后大家就是说一说 哈哈哈哈笑一笑 大家都是幽默 这样就好了嘛 那这个过程 好像我都在 对于这个执政党 一些不好评论 但是我要讲说 其实国民党 才真正其实应该要去反思 他当时为什么会大输一场 但是大家有看到 他的努力吗 不管怎样 其实两个政党 我们都衷心希望 他们会更好 而不是一再的去骂哪一个政党 不是 其实我都觉得说 民进党当时是在民意的基础上来的 继续保持 那国民党当时怎么被教训 当时太多的舞弊 要彻底的反省 然后两党是不是曾经都有奥报 都有吧 所以我这次是全民监督 那也跳脱政党 现在大家其实也不想讲蓝绿了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看这个候选人 那我就相信大家的观察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选举 我是很好奇 听众朋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有的候选人 置入性的广告 哇 真的是铺天盖地 我转这一台也有 转那一台也有 当然它感觉好像是政绩的宣传 不管两党大概都有 有的真的是比例上很高 大家去看这种置入性的行销 虽然广告看起来都很感动 那个才是恐怖 因为我觉得用操作这种温情手法 大量的这种投入广告 这个老实讲 投资报酬率是不成比例的 我都不知道这个 开这些钱去选择一个 冠市修正 真的是政治的利益 才有这么大的投资吧 这背后到底钱从哪里来 这个是我的观察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像54分了 我先把一个 大家生活上的讯息 我一定要在今天讲 那有关于我们这个政治的评论 我们大概可能 就到这边先做一个收尾了 好 这个是一个口播稿 我们在生活上 想要知道外食如何增加蔬菜的摄取量 考量大专校院 学生常常外食教育部呢 特别制作 大专校院推动摄食足量 蔬菜教学资源参考手册 提供了多项类型餐饮店 增加蔬食 设食的外食小技巧 以自助餐便当为例 建议除了主菜之外 其他三道菜肴呢 都选择蔬菜为家 那其次呢 为两道蔬菜 以及一道是半荤素的料理 像是番茄炒蛋啊 洋葱 猪柳 而且呢 搭配多种颜色的蔬菜 那如果是小吃摊 卤味摊 建议呢 加点烫金菜 或者以蔬菜 为优先挑选的品项 那像是你可以挑海带啊 菇类 萝卜 丝瓜 叶菜类等等 尽量避免选择加工的制品 什么是加工制品 像我爱吃的百叶豆腐 哇中了 还有像丸类啊 角类 甜不辣等等 那在超商的时候 建议大家多选择蔬菜棒 蔬菜汤 生菜沙拉 关东煮的蔬菜等等 在素食稀释的料理中呢 可以选择 含比较多蔬菜的餐点 像是鲜酥意大利面 生菜三明治等等 或者是将这个复餐 更换为蔬菜料理 如果加一点生菜沙拉 建议沙拉酱 可以选择和风酱 那么取代高热量的千岛酱 凯撒酱等等 想要知道更多手册 详细的内容 请到教育部 学生卫生资讯网下载 大专校院 推动摄食足量 蔬菜教学资源 参考手册 让您外食没烦恼 健康饮食每一天 节目只剩下几秒时间 再次呼吁 大家用理性和平 如果真的在高节 或是在地铁上 有不同的族群 我们大家都是避免 避免任何的争执 那边也都会有警察进驻 请大家维持理性 我们希望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台湾人民做主的一场 很成功的选举 祝福大家 祝福我们台湾会更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快乐联播网 人民最大声 我是Angelo 我们下个礼拜 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